大家好,我是长洲经纬片板调试工程师张峰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ABS板材设备生产线 我手上拿的是ABS板材生产线的安装图 现在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设备安装调试摆放的整体流程 第一步,我们要先根据安装图纸来确定好设备的整体距离、长度、宽度 先规划好场地以后,画出设备整体的中心线 好,现在我来为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如何规划中心线 最简单的三点确定一条直线 我们以墙面为基准 当然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墙面不能有太大的倾斜 就尽可能的保证它的平直度 你卷尺从墙面的距离划到中心线的位置 然后做一个标记,这是终点的位置 两端同样,测量相同的距离 现在我们把中心线拉直 两端在固定点位置 最重要的就是确定中间这个点在这条线上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,现在刚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中心线的位置 我们首先也要把这个设备的整体包装 全部打开,拆下 因为我们要挨个去检查所有的设备 元器件,配件是否完好 设备有无破损 这些要第一时间去检查,去发现